來 中視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台股 這個指數就回檔了 當然最主要還是 跟台積電回檔有比較大的關係 除了台積電以外 還是一樣 就是你看到 我這段時間跟各位講說 AI的籌碼很不穩 對不對 我在昨天 所有族群都大漲 特別是電子股 所有的科技股都在漲的時候 我沒有跟你講 AI 我還是告訴你什麼 我持續看好有沒有 第一期期的 電源管理IC MCU 有沒有 那當然 電源管理IC 力智 細力 貿達 資新 昨天我告訴你對不對 今天消息出來了 今天報紙消息出來 雖然是在講這四家 可是呢 最主要是由什麼來帶動 美股的德州儀器這家 做類比IC的公司 因為它的財報超乎預期 所以今天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幾個類比IC 特別是電源管理IC的 這幾家公司 今天上半場還有怎麼樣 延續昨天的漲勢 但是AI就沒有了 AI 然後AI 或者台系電 今天是直接 開盤有沒有 直接跳空往下 好 所以 這是今天的 我昨天跟各位講的幾檔電源管理IC 細力昨天漲停嘛 對不對 今天最高有來到 390多塊到400塊 那我是直接結這個收盤 那這個茂達 那智欣來結 表現今天 對比今天跌200多例來講 相對都怎麼樣 還是抗跌 那原因呢 我昨天 我有跟各位講過 導播再幫我重播一下 我一直跟各位講 問題不在於 你到底現在是買傳產 你現在是買最熱的AI 還是你買重電 還是你做 我一直看好 接下來 AIPC的供應鏈的復甦力道 然後它的漲幅 絕對會贏過AI 為什麼 因為AI 現在機期高 AIPC的供應鏈 機期低 所以機期低的 一旦景氣回來了 它的漲幅 絕對會比 這個 已經漲高機期高的族群 報酬率還得大 只要 現在不好 但是未來會好 確實好起來了 或者確實提起來 它的報酬率 絕對會比現在 大家都知道 然後機期再高的 那個波段 那個漲幅 還要來得 還要來得大 還要來得高 我昨天講的 我特別拿出來 再給你重播 加深你的印象 你聽出我的論點沒有 如果沒有聽出 你去看到今天 PMIC 兼類比IC的表現 在對比今天的 一般我講AI 當然我們就泛指 AI伺服器 廣達技嘉偽創 又或者散熱 或者是CCL 通勃機板 當然最主要還是以 從去年大家一路到現在 家家戶戶都會背的 AI伺服器三雄 技嘉廣達偽創 對不對 那你看這是今天 廣達跌5塊 偽創3.5 那偽創3.5 它是112的股票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來看怎麼樣 來看跌幅 偽創3% 技嘉3% 偽影1.75 那廣達1.92 有沒有 然後雙紅跟旗紅多少 雙紅稍微不要抗跌 雙紅0.13%而已 只跌1塊錢 那旗紅呢 跌多少 旗紅跌2.1% 跌14塊 不過你嚴格來講 它股價高 6700塊跌14塊 看起來也還好啦 那你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變什麼 台光電2.3% 然後呢 富士達跟照例 什麼樣 做什麼 做軸承的 對不對 軸承的 3.82 跟多少 5.91 那台積電 跌2%算滿重的 2.17% 那這邊呢 我在前一陣 我有跟各位講說 過去這半年 一開始漲最猛的 除了AI以外 各位都記得嘛 矽光值嘛 對不對 滑星光 漲到200多 結果滑星光 現在腰斬了 對不對 指數 還在2萬點附近 可是很多個股 都是腰斬 甚至 跌50% 60% 有沒有 所以 這就在告訴我們 再次證明說 現在這種行情是幹嘛 選股不選市 所謂選股不選市 就是不要去看指數 我早就告訴你了 看指數 你會失真 為什麼 指數明明還很高啊 怎麼有人 股票一下來 可以套50% 60% 那就是因為 指數是靠台積電在撐 可是個股呢 就隨怎麼樣 這張股票 有沒有阻力做 然後資金 退草莓 所以先從矽光子 然後再到哪邊 再到軸層 有沒有 然後再到哪裡 老AI 散熱 然後 最後一棒 就是我講的 重電可能到520 就是這樣 那 你看到 今天這幾檔裡面 有一兩檔 我認為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可能要小心一點 就是 第一個是怎麼樣 是其紅 我們沒有這些股票 可是我知道 這些都是大家愛做股票 所以我還特別幫你解一下 不然說直白一點 這不干我的事 因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以來 對不對 從去年的8月 偽創到160以後 技嘉到370 然後呢 那一波的廣達也到270 到今年為止 勉強 勉強廣達跟技嘉 在今年的2月 有過怎麼樣 有過去年8月高點 但是呢 過一下就下來了 就好像廣達 上去290 現在就回來 又回來怎麼樣 又回來比去年的 8月的高點還要低 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兩個投出來了 技嘉也是兩個投出來了 廣達也兩個投出來了 所以 從那9月10月開始 我就一路怎麼樣 我跟你講說Wi-Fi 7 或者台積電的設備股 只有這些台積電的設備股 先進製程的 再加上這一個 AIPC的相關供應鏈的 到現在 我的看法沒什麼變 那當然現在的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的設備股 股價也高了 所以你現在回頭看起來 現在Wi-Fi股價 還在相對比較低的 然後景氣沒有正視怎麼樣 很明顯 很復甦的 那就只剩AIPC了 跟我講的消費電子的MCU 就是在底部的 OK 好來 那你看這奇紅 這兩天漲上去 有沒有量 這三個殺下來 是不是量都比較多 這兩個漲上來 有沒有量 沒量 換句話說 前兩天的反彈 它量沒出來 然後今天是不是 上去 開高 下來 是不是一個上影線 你會發現上去 下來反而跌14塊對不對 量就出來了有沒有 代表怎麼樣 代表這一檔奇紅的 這個籌碼的穩定度 比另外那一檔怎麼樣 比雙紅 籌碼的穩定度 還來得差一點 上去就很多怎麼樣 要急著下車了 所以這個奇紅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對比整個AI族群裡面 我覺得它是怎麼樣 黑 黑黑 量就出來了 所以代表這邊 應該是有大戶在這邊開始逃命了 那除了奇紅呢 還有一檔 我剛剛講說 同樣是 折疊手機的富士達跟照例 今天照例是不是跌比較重 對不對 那你來看一下照例 今天的照例差 一檔跌停 尾盤雖然有人拉上去 那一樣 你來看一下它的量價表現 它的狀況其實有點像 你看它這樣殺下來 它現在季線早就破了對不對 當然前面到這邊 可能稍微有點支撐 就是殺到這邊 殺到這邊的價位 你看過來這邊 有個下影線稍微有點支撐 可是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這幾天 它一樣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 它一樣 它殺下來 量是不是有 彈上來 有沒有出量 彈上來沒出量 今天怎麼樣 再灌 有沒有 量又出來 所以一樣 這一檔個股呢 看得出來 阻力是幹嘛 再往下 再往下怎麼樣 再往下 往下取量 好 所以 這個富士達 可能 這檔是照例 你可能要稍微留一下 好 AI 我大概給你講到這 我已經跟你講說 因為他們的籌碼 更亂 就是因為這些籌碼 你會發現昨天 長很兇對不對 然後 然後現在只要有風吹草動 那它就收黑 所以代表 這邊的族群 坐這邊的人都怎麼樣 快進快出 那你如果 你非要做這個不可 可以啊 那你要怎麼樣 買黑 買黑賣紅啊 不然你昨天去追的人 今天其實 你討不到什麼 甜頭 因為昨天是不是 直接跳空開高 有沒有 所以我說 你不要等到 跳空開高 昨天去追的人 昨天去追 跳空開高的人 今天大概可能要賺到錢 你只有怎樣 上禮拜四 上禮拜五 禮拜一禮拜二 在往下殺的時候 我說怎麼樣 求進來甜蜜區 你求棒就要拿起來揮了啊 你不拿起來揮 對不對 你等昨天再買 其實你賺的就比較少了 不然乾脆怎麼樣 你這段時間就不要做了 你就退出 如果你非要做這些族群 不可的話 好 那除了AI 最近還有一個 不是上個月ETF不是 00940對不對 00940 00939 00940募了1000多億 00939也700多億 兩個加起來就快3000億了 來 我把這兩檔ETF的成分股 我現在把它列出來 這00939 這00940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前十大持股 尖都跌 尖都跌 只有裡面屬於傳產的長榮 在平盤附近而已 那你看喔 比如說以這個00940 誰跌最重 這裡面看起來 前十大環球晶 OK 那00939誰最重 2.87% 聯發科 環球晶是貴買的全職股 聯發科 除了台積電以外 它也算是 這個 我們大盤的 很重要的全職股 對不對 那 這一檔不好 聯發科不好 再加上一間台積電也跌 大盤怎麼會好 好不起來啊 那同樣的啊 環球晶 昨天掌 對不對 昨天掌今天在殺 那換句話 一樣意思嘛 我說如果你在前天 環球晶殺到 我們不是買509嘛 對不對 殺509 昨天晚上 昨天是閉著眼睛 可以怎麼樣 可以賺1萬 下車 但是如果你是昨天 漲上去你只要去買的 你今天又怎麼樣 又立刻被套 所以這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股市的操作的節奏 你要 你就絕對不能追 然後你也不能貪怎麼樣 要賺太多 所以這就是現在的行情 OK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到 這個 電源管理IC對不對 我說我持續看好 我持續看好的意思就是 在這邊 如果怎麼樣 你昨天 這兩天漲上來 你沒有買的人 那如果拉回 那就是你的機會了 所以不要 你只要不要說 漲你就去追嘛 那拉回的時候 你要敢買啊 所以我說 求進來紅線 求進來紅色區 甜蜜區 你要懂得揮棒 你不揮棒 一樣照樣被怎麼樣 被三政出局嘛 所以 持續看好 這理由在哪裡 來 各位 我今天帶各位看一下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今天 昨天的德宜 今天不管是工商 工商還是經濟 都有講德宜 那德宜什麼公司 各位 我們護國神山 我們的台積電 前任董事長張忠謀 他就是從德宜的總經理 退休退下來的 他在50歲那時候退休 他那時候退休的時候 就是這家公司 德州儀器的總經理 所以德州儀器做 很早就在做IC了 來 昨天的德儀上漲6% 上漲6% 那你看裡面 他講什麼 他顯示 工業跟汽車零件需求 下滑的情況 有沒有 正在緩解 那我們在對比上禮拜 台積電法說 是不是說 感覺上車用 還沒起來 然後消費電子 有在復甦 但是 沒復甦那麼多 那有在復甦嗎 可是現在這台德州儀器 他只是怎麼樣 他怎麼樣 因為他的營收漲望 優於預期 那結論是 工業 工控 跟汽車零件的需求 本來是下滑 那下滑的情況 可能在緩解 只是這樣 他只是這樣 他下滑緩解 他的股價就在漲 所以這叫怎麼樣 這就是出人意外 本來很差 那出人意外 沒那麼差 所以他就漲 所以你現在做股票 你一定要買 現在很好的 現在很好的 萬一沒那麼好 那股價就從 華山之巔怎麼樣 摔到 絕情谷底 那本來怎麼樣 本來在 絕情谷底的 本來以為很差的 那結果怎麼樣 公布營收 好像沒想像那麼差 那他就從絕情谷底 怎麼樣 就開始啪啪啪的 隨著復甦就到 華山之巔 那你要做哪一種 你要做哪一種 所以我這幾天 我都跟你強調 這個觀念 包括剛一開始 我就把昨天 我跟你講 你現在要做 車電 MCU 消費電子 還有我講的 AIPC 的供應鏈 還是你現在要選擇 怎麼樣 才從華山之巔 開始要往下面走的族群 來 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 節目下半段 我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幾檔股票 這個 我們最近都跟你追蹤 新唐這檔個股對不對 那今天它跌四塊 那我要持續跟你追蹤它 我們廣告過後 再回來 謝謝各位 好 來 剛講德儀 那德儀 我在 你看德儀的新聞是昨天晚上 美股出來 對不對 然後今天的報紙出來 可是各位 今天的報紙講說 台灣的類比IC歡呼 所以它列出這一些 那這些是哪一些 而這些就是 我們這兩天帶你做的 這幾檔嘛 對不對 就是我一直看好的 電源管理IC嘛 所以 你就是要領先 報紙消息一步 報紙出來 那今天表現不錯對不對 表現不錯 那就有價差啦 所以 結論就是 你要怎麼樣 懂得怎麼樣 在消息出來以前布局 OK 好 所以 我只能說 感謝經濟跟工商的記者 怎麼樣 來幫忙抬轎 好 來 那除了這之外呢 各位 這也是今天的工商 那他這邊講說 英飛靈 攜手AMCO建風車中心 AMCO是 韓國的風車大廠 那英飛靈呢 也是很多IC 特別車用 車用的MCU 市占有全球的29% 首登全球冠軍 英飛靈在車用晶片 這一塊的佈局非常高 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上禮拜是不是 去這個 去看展 然後我跟各位做的什麼 介紹蓬城對不對 蓬城現在已經是怎麼樣 英飛靈在車用晶片 這一塊的競爭者了 你去看今天蓬城股價 也相對抗跌 好 來 那我要跟各位講說 那車用MCU 剛剛又看到說得宜在講怎麼樣 是不是在講 這個工業跟汽車零件怎麼樣 需求下滑已經緩解了 那代表怎麼樣 車用MCU這一塊怎麼樣 有機會開始又走出怎麼樣 春江水暖壓先知對不對 走出谷底 那我們台灣做車用MCU 最大的是誰 就是新唐 就是新唐 新唐是我們台灣 MCU唯一擠進世界前十大的公司 那你看喔 我這篇我特別跟你拿出來講一下 車用領域 因為電源管理晶片BMIC 已經順利導入中國T21的電動車客戶 我只要講這段就好了 那 新唐在車用跟公控營收的佔比是45% 有一半在車用跟公控 跟誰 跟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得一是一樣的 那你現在來看喔 現在特斯拉電動車是不是被大陸打趴 那你看到大陸現在華為在推電動車 對不對 小米在推電動車 大陸的電動車現在又要銷到歐美去 所以如果說我們台廠可以打進怎麼樣 大陸的電動車供應鏈的話 那對這家公司來講 未來的營收是怎麼樣 成長可期 所以你們發現 我在跟你講產業的時候 我從歐美大廠的狀況 在跟你帶到我們台灣 相對有在做同樣產業 同樣產品的公司 然後再來看這家公司 它同樣的產品 它在海外 在對岸 在歐美 它有沒有單 有沒有成長 如果說 現在的電動車 要開始走出谷底的話 特別現在中國的電動車 又怎麼樣 又開始去搶佔了 歐美電動車的市占率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說 台廠現在任何 只要可以打進中國 供應鏈的 電動車供應鏈的 或者我們剛打入這個第三代半導體的 基本上 未來的營收的成長都會非常大 那你買這家公司 請問你要買在營收出來的時候 還是營收還沒出來的時候 當然是營收還沒出來的時候 股價才有天天讓你買 對不對 好 那新唐出的這以外還有怎麼樣 它還有出新晶片 是用在怎麼樣 USB 4.0的Retimer IC 這個Retimer IC 說起來又有點露露燈 當然最主要還是要講說 因為現在是高速傳輸 那高速傳輸 中間訊號會衰減 那必須要Retimer IC來放大 OK 好 所以我今天大概歡迎時間 跟各位介紹一下新唐 你這段時間 如果你抓不到 整個股市操作節奏的話 那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來邀請你 我們的全年打班 我們請你來跟著我們一起 來操作 好嗎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你手上有資金的 我們等你來跟我們一起怎麼樣 在絕情谷底 在天天假的時候 帶你一起回報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提出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次見